看一看 城里的大布商都逛得差不多了 去看看黄堡 又被接了几张 又去啊 干啥呢 不好意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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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 你看着点啊 小姑子 你太冒失了 不好意思 哥 谢晓妮 哥 你又跑哪儿去了 我去 哥 你看这个 我问你又去哪儿了 大半天都不见人 爹到处找你 爹来了 爹 不是告诉过你吗 不知会家里人不许往外跑 我正想找您呢 您看 这宫市局要办锦绣大会 胜出的商户可以成为贡商 锦绣大会 锦绣大会 关你什么事 我们家也可以参选啊 这上面说了 凡是仇部经营的商户皆可参选 我呀 天天从这街头逛到街尾 就没看到哪家店 比咱家不了强的 你这话要让有心人听了去 还以为我们谢家有多狂妄呢 我说的是真话 爹 老爷 那个 走 回屋说 走 哎 干嘛啊 哎 你傀儡 你别 别走啊 我这脚都比你踩得走不了路了 不能就这么算了吧 要不 你把哥哥我扶贵家姐也行 要不然 你让哥哥牵几口算了 哥 不行 臭不要脸 走 你别走 你杀住 你别走 你 你打死你这大误会 你打 别打了 我 我打了你 不要人 少爷 你打我家少爷干吗呀 四公子 你瞧瞧 他连您都敢打 还有没有王法了 瞧我这手 你得替我作主 我 我 我 驾 驾 驾 华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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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射到人了 兔子乱跑我就乱射 不是故意的 这个人 不会被我射死了吧 他没死 此人应该是从山道上跌下来 受的伤 但他还有脉搏 应该是个会功夫的 不然早就摔死了 妮尔 此事应该交由官府处置 我们现在不救他 他会死的 我们怎么救啊 爹克说过了 出门在外 不要多管闲事 这要是不救他 我会内心的 也就一辈子的 哥 求你了 我们把他带回去吧 求你了 好吧 就依你 把他带回去吧 要是爹责罢钱 我替你担着就是了 谢谢哥 来吧 他疼不疼啊 幸好不是贯穿伤